現在有在戀愛中 現在有 現在有 吳婉君仍愛圈外男友 只求對決我喜歡你 上帝巴領導一家團圓 最愛四人組合體宣傳 因為我可能也沒跟你相親 但現在我有你一個機會來追求我 Coco Wu在劇中高調追愛 現實生活中的他比倒追還高端 我倒不會用倒追 可是我確實是蠻主動的 就是如果我喜歡你 我一定會想辦法讓你注意到我 我一定會想辦法讓你注意到我 不斷的就是一直出現在他的面前 反正就是小小的手段嘛 然後引起他的注意 然後我就可以直求對決 我很喜歡你 都會成功嗎 直求對決 有些時候就是我還不用開口 對方就會先開口 這樣算有成功吧 算吧 現在有在自己開口嗎 現在有 現在有 自己主動追 算吧 對 圈外人 圈外人 這樣有多久啊 這個部分我想要保留 對 對 以後有機會再工作大家 跟另外小天才 宛君比起來 林澤西的戀情 就顯得有點苦命 就是某一個女朋友 就是嫌棄沒有錢 然後就是 就分手了 那其實她也就是 也不好意思說出口 因為其實我對她也還不錯嘛 只是沒有這麼有錢 她就有一天跟我講說 欸寶貝 我要去錢櫃唱歌喔 我說好 那妳到家打麻煩給我 然後十幾年前到現在 都沒有打麻煩給我 對 就這樣就分開了 那妳打給她嗎 我打給她都不接 妳有載一個照片嗎 妳有載一個照片嗎 後來是因為 她知道說 我那陣子可能要 想要買房子要貸款 那她 後來去做了這個 某某銀行的這個貸款部 就找你喔 對 她要主動來找我 那妳有找她帶開嗎 我本來想要找她帶開 因為我是對於感情 其實我看得很開啦 我看得很開 那後來是因為戀獄方面 所以就沒有到 對 但她打給我的當下 那個聲音一聽到 她當時說要去錢櫃唱歌 那聲音我 然後 然後 無限到的腦海裡 對 沒有問她會唱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自己回家 妳真的回家 妳真的回家 有 那你感情上有 紅過頭去唱歌 然後再也 沒有耶 沒有耶 因為我自己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是 心裡會有一本筆記本 就是我會設好我的停損點 就是這件事情一次 兩次 三次 再一次 好無形的 我再喜歡你 我都會說我 不要在一起了 那對方的時間很難 有的會 就是一開始會 可能他覺得也 不甘心吧 因為包括我自己提分手 我可能我還是很愛你 可是我知道不會更好我離開你 我自己也會很糾結很難過 然後就找朋友開始買醉 我說我真的很愛他 你幹嘛跟他分手 我沒辦法了 反正失戀都會好啊 下一段戀情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繼續開心的才會很愛